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投资理财王 我是奇珍问候大家 好的 台股在228假期之后 今天又上涨了112点 指数收在18966 成交量的部分是4168亿 坚园指数涨0.59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更猛 涨了1.13个百分点 细节上如何把握呢 赶快来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你好 我是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严老师 那今天的还是很高兴 今天大家可以在下午的一个节目时段 里面准时的收听 严老师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 我相信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说我们都是诚实操作 我们都是真实的操作 那包含我们的会员也好 我们的粉丝也好 都可以在节目里面 那可以验证到 严老师之前跟大家讲的基本面 包含大盘的一个趋势 跟个股的好一个方向 那今天的话 这个盘面上面的话 请注意 成交量的部分的话 还是维持在4100亿 但是涨停板的加速 又来到44加 那其中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贵买指数OTC 它是大涨的 所以说造成了今天 小型股的部分 还有18加涨停板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 跟大家所谈到的是一样的 OTC小型股的部分 就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我相信你在今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持续的 在未来的话 都可以慢慢的 在节目里面跟严老师 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今天我们会员首帧的股票 那只有三个字可以来形容 一样是亮晶晶 除了亮晶晶以外 还是亮晶晶 那这个有两档股票 来到所谓的亮灯涨停板 那有一档股票 是创新高上涨了8% 那我们今天的话 都会诚实的 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公告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谈到 这个所谓的大盘的一个趋势 那大盘目前为止 占上一万九之后的话 小幅的那会修正 所以说明天就生下 最后一个交易日 这个大盘 就是属于个股表现 那行情进入到下个礼拜 请注意的 行情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甚至做横盘整理 那这个地方逐行性非常重要 那今天的一个金融类的一个指数 如果说你看了一种技术分析 你会发现金融股的一个指数 包含量价结构的话 今天已经开始突破了 也就是大盘从所谓的电子 到所谓的贵卖指数 小金股金融的部分 也开始推升所谓的大盘 开始往上去做出一个攻坚 那运输类股里面 包含所谓的散装货轮 包含所谓的货柜的那个部分 兼表现性 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那今天的话 运输类股的一个指数 目前为止 也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这个中间有很多的股票 包含汇养KUI 万海的话 是属于一个散装货人的 那货柜人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要操作 严老师比较建议说 你可以去注意到2603的长龙 因为长龙目前为止 它的所谓的技术分析这个现行 比所谓的这个扬名要更强 所以说你要操作强势股 千万不要去操作所谓的弱势股 那运输类股目前为止 MACD跟所谓的金融类股的话 都一样 他们已经正式的呈现 所谓的多方的一个格局了 那操作股票其实不止说 只有所谓的电磁股跟小型股 金融类股 还有航运类股的话 目前为止位阶都是非常低 那值得大家来做出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盘面上面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族局 就是所谓的被动元件 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 被动元件没有涨嘛 对不对 好那今天的被动元件 有两档股票 它是来到涨停板 其中你要去注意到 匪城这档股票的话 是连续涨停板 9毫的一个股价 目前为止上涨了5% 也就是被动元件 它有个习惯性 就是说小型股的部分会先行发动 那未来的话有机会 会轮到大型股 比如说像华兴科 这个国具 这个凯美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股价都开始转强 尤其凯美的话 今天的话还有上涨5%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帮大家来验证一下 我们今天两档股票的一个涨停板 好哦 那当然这个就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候 那我今天先介绍第一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讲了很久很久很久的 那投资人应该都知道了 听过广播应该都知道 4909的新复兴 新复兴其实的一个简讯内容 我们在2月26号 好我们在节目面宣布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新复兴亮灯涨停板 1.2万张 在上博团新稿 我们持股要取报 因为今年是大多投年 思维要改变 好我相信这种简讯 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 那今天的话 持续亮灯涨停板 我在早上9点10分 我发了一通简讯给我们两集的一个会员 那中间的内容是恭喜狂赫PCB 好我们的新复兴上涨了5.9元 再创波段新高 亮灯涨停板 那请注意了 我用刮号刮起来 我告诉我的会员 周线月线黄金交叉向上 好那很多的股票都会呈现多头的话 都会呈现所谓的周线跟月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但是这个地方上升了一个力道上面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重中之重 同样的所谓的周线跟月线黄金交叉 它会呈现不同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操作的一个功力 我还是建议所有的投资人 持股虚报波段操作 要麦回通知 严老师也祝大家周四愉快 严老师非常感恩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以今天新复兴收盘价67.7元 那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以账面上面来算的话 目前为止获利多少 超过了 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80% 超过了80% 未来有没有机会 获利100% 当然是有机会 那我们未来如果说新复兴 我们获利出场的时候 是超过了100% 就涨了一倍 我们获利的话 严老师会在节目内公开宣告 我也会送一瓶香槟 给我们的提侦 今天的新复兴 量灯涨停满 锁了5万张 5万张的量 这么多人去买还是卖 把股价往上去做出个推升 所以说这档股票 其实我对它的一个期望性的话 就是说在低档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这个所谓的重压 在底部区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买的 比较多 一档股票就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让大家发家支付 周线的部分其实很漂亮 本周真的涨很多了 但是涨停满5万多张 我说真的我没有卖 我相信我的会员应该都可以的 帮严老师来作证 那第二档股票涨停满的就是 代号6229的严通 哪一级会员的 是我们单股会员的 最近参加我们单股会员的人数最多 因为大家对涨老师都非常有信心 需要单股操作 其实我们有送一份资料 是在1月26号 封关的大红包黄金60秒 我说这档股票 未来大户重视会所单 如果说有拿到资料了 在1月26号 我相信现在拿出来看都可以验证 除了1月26号以外 涨老师又在1月31号 再送你一次 封关的超级大红包 雅系的接班人 也是我们这档股票 6229的严通 上面有著名日周月线黄金交叉 IC的一个大标股 未来有机会从上涨一倍到两倍 那我直接也点名了 直接喷不用等 那老师最近再一次的提醒 你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2月5号 双龙出海听过没有 双龙出海嘛 有两档股票嘛 是 冠军股嘛 那右边那档股票 我们已经公开了 就是我们的技嘉 好技嘉的话 我们在这个礼拜一 那两笔单 一笔单获利15% 两笔单获利30% 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公开了 那也正准备要做第三次的操作 但是左边那档股票 一直都没有公开 我请大家重压 这档股票也是我们的延通 也就是说延通的这档股票的话 我在1月26号 1月31号 跟随了2月5号 我不断不断的提醒大家 资料你可以来拿 我都希望你赚钱 那今天那个延通的话 早上的话是有来到掌听板 我也看到的时候是有打开 那其实这档股票的话 你从12月份的营收去看它的话 它是一个所谓的有转机的一个题材 之前的财报不好 但是进入到12月份之后的话 光光就是12月份营收 这个所谓的年增率超过30% 所以说这档股票的话 我相信只要你有长期收听 严老师广播节目的 你应该有做笔记 在1月31号 在早上的10点17分 我们这种简讯的话 其实在盘后都有帮大家 来做出一个公告 这档股票的话 其实我们公告内容 就封关大红包1月26号送的嘛 那有打通电话的 目前为止的话 亮灯掌听板 你都可以持股许报 那我再帮大家来讲解一下 我们今天的简讯的内容 其实讲的也真的非常详细 那你稍微有点耐心 稍微听一下 那在单股会员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早上12点52分 那简讯的内容如下 恭喜狂赫这个双龙出海 第一档股票冠金股 它叫做盐通 雅系的接班人也叫做盐通 那盐通话今天上涨4块钱 亮灯掌听板再创破担新高 那周线月线 MACD都是趋势向上 老师预测它为3月份的大标股 此股一定要报老 业老师祝大家周四愉快 业老师非常非常感恩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亮灯掌听板会员手中 目前为止还是持股续报的 这两档股票 未来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光学镜头的部分的话 其实今天的话 光学镜头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未来的话 我相信 内股人动的话 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跟大家谈到 所谓的6668的中阳光 那今天盘中有拉到掌听板 那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 进来问严老师 我的建议是说 你有赚你就先卖一趟 因为股票操作本来就是 有买有卖的 那中阳光的一个简讯的话 我们在2月21号有提醒大家了 那你可以做破断操作 那股价向上突破的话 要卖的话 如果说你有跟我们联络的话 像今天我们就会 建议大家稍微的 持股稍微的调解一下了 那再讲一下我们手中 目前为止有的一档股票 我相信只要你有做笔记的 还是说你是盘老师会员的 这股票你应该都很熟悉了 那这档股票是单股会员的 单股会员 现在如果说你在收听 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 你今天一定有收到简讯 这种简讯的内容就是 代号5234的打新材料 打新材料 那老师做他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他在所谓的毛利率的话 有34% 股东报酬率的话 高达13% 这个地方的话 完全符合所谓的 基优股的一个标准 股价禁止比不到四倍 在所谓的现金股利率的发放 高达3.3元 那在业绩的部分的话 也开始成长性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们在底部区 好我们就经常来开始做出个布局 目前为止获利 那我们用账面上面来算的话 应该超过15%以上 应该超过15%以上 那今天的一个达新材料的话 今天涨幅接近9% 收盘价是收在132块钱 有没有卖 严老师没有卖 我认为这个股票 其实它如果是呈现所谓的多头走势里面 它没有所谓的空方的一个讯号 那严老师都是有耐心 我目前为止获利15% 其实我买的非常低 那我买的非常低的一个同时的话 我相信往上走的 一个祖孙段即将要来临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其实股价 不大容易看到所谓的震荡整理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持股续报 目前为止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严老师会员的话 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纪律来操作 达新材料代号5234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账上的获利的话 应该就是超过了15% 超过了15%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是解真实的盘 讲真实的故事 只要你是严老师会员 或是粉丝的话 你可以从LINE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 如果说你是严老师会员的话 我相信每一通简讯的一个公告 也会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 所谓的信任感 这个就是所谓的互信的一个机制 那今天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的族群的话 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就是所谓的AI的一个部分 其实AI的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好的人持续看好了 那不好的人的话 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有疑虑了 那严老师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看股价来说话 股价如果说它是呈现 所谓的多方排列 那它基本面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这个股价其实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多方共排 但是这个地方 你的选择很重要 当然有人会去挑 这个低位接拉会修正的 这个很好 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另外有一种就是说 快速操作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去买强势股 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很强调 个股表现的部分 你买强势股 它是比较能够 比较能够获利的 那当然我们请大家注意到 香昂 双红这张股票 还有所谓的奇红这张股票 其实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要是我的选择 我会买双红 因为昨天的双红 是属于一个突破形态 今天的一个双红的话 是来到亮灯涨平板 但是涨完了没有 还没有涨完 那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 还没有涨完 老师帮大家分析一下 双红的股价在今天 再从波段新高 对不对 今天是补量上空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它在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从310块钱 大涨到500多块钱 它的融资是减少的 代表在这个地方 投信的话 还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所以说像这种强势股的话 我认为它还没有涨完 那你手中有双红的 我给它建议说 你就持股虚报 那奇红的股价 今天其实上涨4% 它是属于一个创高以后的话 目前为止进行 所谓的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当然你要买的话 OK 奇红跟双红都会涨 但是你买到之后 千万不要卖 我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AI 目前为止 散热的族群里面 就这两档股票 就这两档股票 是未来会大涨最有机会的 听颜老师跟你讲的 第一档股票叫双红 第二档股票叫奇红 那当然有人会问说 那老师其他的一些 比较低价的一些股票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不建议说 大家去操作 就是说现在位阶还在低的 因为位阶低的话 就代表说 它的强度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我的选股的 一个逻辑 请记得 那如果说你要买伺服器的话 我还是跟大家建议 技嘉不错 技嘉不错 今天的技嘉目前为止上涨3.2% 那尾盘又大涨了11块钱 但是买点到了没有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买点没有到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先行观察 那我这边先帮大家 来做出一个总结了 战略的部分的话 要注意到奇红 跟双红 尤其是所谓的双红的股价 它是领头羊 伺服器的部分目前为止的话 反财已经成立了 那伺服器的话 可以注意到所谓的技嘉 那当然我们手中的股票 两档股票涨停满的 包含新富新 跟所谓的颜通 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打听材料的部分 今天的话是上涨了8% 目前为止 会员手中获利超过16% 我相信未来都可以持续的 来做出一个验证 那小型股的部分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操作 买进一档股票了 那收盘价是39块钱 目前为止是 是赚钱的 等到下次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 来做出一个公告了 那有人说老师 这个236的昆银 那大哥最近会解禁 他就说他 他被关紧逼 那今天的话还不错 上涨了2.5% 那这个股价的话 我认为未来有机会突破了 所以说 它在解禁之后的话 这个股票的话 你逢低买 也不用说去做出一个最高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重电的话 是因应所谓的台电 可能未来 这个电价会涨价 所以说重电的部分的话 我这个地方还是不鼓励大家去追 虽然说有利多的消息 我这个地方反而去建议大家 这个航运类股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位阶上面是比较低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今天请注意的 我们下一档的标股 代号6XX9 好 两个字 6XX9 也就是说我们准备 要大赚的股票 我们今天在 我们的news98平台 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前一个代号 跟后一个代号 中间的话两码 保密了 等一下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6XX9 两个字的这张股票 准备要大喷出了 准备要翻一倍再翻一倍了 所以说你要单股中压的 你要大获全胜的投资人 这张股票我就送给大家了 我先声明一下 这样果然是底部喷的 未来会被超级喷 请大家拭目以待 等一下的话我们会开放 但是大家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跟你的电话 不然的话到时候 严老师也不会通灵 也找不到你 所以说你打电话 打进来没有关系 我们的服务人员都很亲切 另外的话 这边还有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今天两张股票 涨停办 严老师心情也非常好 也会给大家一个最大诚意 因为今天是月底了 一笔结账 通通都可以 明天这张股票请注意 六开头九结尾的两个字的 明天我们会在早上的八点五十五分 准时的通知大家 准备去做出一个预挂的一个动作 预挂 就是我们要重压了 所以说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一年只有开放这一次的机会 就给我们 这个news酒吧 亲爱的投资人 机会来了 要好好把握 严老师先预祝你大赚 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真 好哦 谢谢老师 好 今天呢 也很开心哦 老师的家族朋友 这个4909的新复兴 大家都很熟悉哦 老师呢 一路的操作 一路的获利到现在 真的很厉害哦 好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6229的严通 也真的很恭喜咯 单股的家族同学朋友 今天呢 也看到了涨停板 接下来下一档标股 6XX9 到底是谁呢 欢迎稍后呢 就尽速的播电话进来咯 时间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的论院投顾 熟悉分师 也一米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好朋友 之前老师的资料 有没有索取到呢 或者是 是不是老师的家族朋友呢 如果是的话 就恭喜咯 今天这两只掌停板 太开心了 当然刚刚爷老师有说 今天有一个来电好理哦 明天早上8点55分哦 将要准时进场布局咯 欢迎听众朋友呢 好好的咨询掌握了 布局全新的标股 一年就一次的机会哦 速播服务的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下一只标股 6XX9 到底是谁呢 不要烂猜哦 猜错了就很麻烦哦 而且呢 现在加入了这行列 老师呢 还有特别的优惠哦 已经到了月底哦 通通都可以 可以呢 好好的商量 4月1号才开始起散会起哦 最新的标股资料 提供给大家 02-2321-9933 2321-9933 另外老师Lelite 也邀请大家 直接搜寻 小老鼠 小雪的A518 重要资料都在其中 一定要加哦 祝大家股票 支支都打赚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